台北三首線、台中三首線、高雄三首線 現在的媒體很喜歡將環狀運轉的鐵路路線 統稱為三首線 而這個代稱的原型 就是一條位於日本東京 每日乘客量超過百萬人次的JR路線 有去過東京的人應該都對JR三首線不陌生吧 它不只是前往東京自由行的旅客 幾乎一定會搭乘到的路線 也是許多當地上班族每天利用的通勤路線 連接了上野、池袋、新宿、澀谷、品川等重要地區 可說是東京都會區的重要命脈 從名稱上來看 三首線確實看不出環狀運轉的特徵 而三首線一開始確實也不是一條環狀路線 甚至在最初建設時都沒有這樣的計畫 那麼這條路線到底是如何演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呢? 為何它會如此貫穿所有東京的人口密集區呢? 而今天的三首線有隱藏著什麼樣有趣的小故事呢? 今天就讓我們來好好了解一下這條三首線吧 三首線是一條全長34.5公里的JR路線 一共有30個車站 包括2020年3月14日啟用的高輪Gateway站 平均站間距離為1.15公里 在所有JR路線中算是非常短的 甚至與一般地鐵路線差不多 以一般JR的習慣 一條路線的上下行 是與和東京的相對關係所決定的 往東京方向就是上行 反之則是下行 當然也有例外 不過三首線是環狀路線 沒有所謂的終點站 所以列車運行方向不是以上下行來區分 而是以內外環作為分別 以列車靠左側運行來說 內環就是逆時針方向 外環則是順時針方向 雖然我們今天所認知的三首線 是一條紮紮實實的環狀線 但實際上在JR東日本的路線分類中 只有西半邊的品川到田端之間是被歸在三首線 東半邊的田端到東京路段是被歸在東北本線 東京到品川則是被歸在東海道本線 很複雜對吧? 不過這只是JR東日本公司 自己內部對於路線區間的分類 一般車站標示的路線則大多指的是列車運行區間 所以民間通稱的三首線還是這條環狀線 而因為三首線幾乎全線只有四線以上的規格 就算在許多區間與金濱東北線、東海道線、湘南青樹線等路線共線 列車還是可以行駛在獨立的軌道上 不需與其他路線共軌 三首線在東京已經有超過100年的歷史 最初在規劃時並不是一條環狀路線 而是經過時間的推移才演變成今天的羊毛 1872年5月 日本第一條鐵路與品川至橫濱間開通 並在同年9月被研至新橋 這條鐵路除了作為日本最早的鐵路之外 在品川至新橋間的大部分路段皆與今天的三首線重疊 只有新橋站的位置不同 可說是三首線的雛形 當時的日本政府秉持著鐵路國有的精神 打算在東京至京都間建造一條東西幹線 作為新舊兩都的連結 好死不死 幾年後九州爆發了西南事變 軍事方面的支出使得國家財政惡化 此時政府不得不放寬限制 讓民間也能投資建設鐵道 於是全日本第一家私鐵公司 日本鐵道公司就這樣誕生了 一直到1906年政府頒布鐵道國有法 將鐵路收回國有之前 日本鐵道公司都是東日本最大的私鐵公司 為了配合東西幹線的建設 政府要求日本鐵道公司先建造東京到高崎之間的路段 並打算未來經由中山道一路延伸至京都 在經過一連串的選線作業之後 政府和日本鐵道公司決定將東京端的終點設在上野 最終這條路線於1883年至1884年間分段開通 以今天的三手線來說 等於是開通了上野到田端之間的路段 雖然當時除了上野站之外還沒有其他車站 上野至高崎的鐵路開通之後 很快的便面臨了兩個問題 首先 若是按照原先的計畫沿著中山道興建東西幹線 沿途必須經過崎嶇的山地 以當時的技術來講可說是非常的棘手 所以最終政府決定放棄中山道 改進由東海道來興建東西幹線 如此一來品川至橫濱之間的觀設鐵道 也將成為東西幹線的一部分 重要性大幅提升 但同時第二個問題也浮現了出來 要如何連接位於東京的兩條鐵路呢? 很快的 日本政府便強烈要求日本鐵道公司 興建兩條鐵路間的聯絡線 雖然政府的態度很擊敗 但日本鐵道公司也只能乖乖聽話 上野和新橋之間是東京下丁 以興建鐵路來說是非常理想的路線 但同時也需要花費許多時間和金錢徵收土地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初日本鐵道的東京端 只見到上野而已 既然下丁方案不可行 興建只好改走西邊人口較少的五丈野台地 也就是今天的池袋、新宿、澀谷等地區 並於1884年動工 鐵路通過五丈野台地的代價 就是需要克服高低不平的地形 而當時挖掘隧道的技術尚不成熟 所以最終決定將軌道建造在地勢較高的平面上 並在低洼處利用土堆建造堤壩 再將軌道鋪設在上面 這樣的景象也遺留到了今天 例如高田、馬場和木白之間 列車至今仍然是在堤壩上行駛 土地徵收的部分也沒有想像中的順利 當時的沿線地區正如火如燭的發展著樹廠生意 居民擔心鐵路的通過會使樹廠的客流變少 加上農民害怕鐵路帶來的污染會傷害農塑物 大大小小的抗議行動隨之爆發 最後日本鐵道只好改變車站的預定位置 許多車站都被移到了荒郊野外 才得以平息當地居民的憤怒 這也就是為什麼今天的木黑站不在木黑區 以及新宿站的位置卻在新宿區和澀谷區的交界 順帶一提 先前早已啟用的平川車站位置不在平川區 同樣也是居民抗議所造成的 1885年連結日本鐵道和觀色鐵道的新線開通 由平川站出發 最後於新設的赤羽站連結日本鐵道 並名為平川線 數日後 沿線的木白、新宿、澀谷、木黑等車站相繼開業 大騎、惠比壽則於1901年啟用 平川線剛開通時 因為當時的沿線交通需求不大 加上設站位置偏僻 利用的旅客非常稀少 就連今天穩坐全球車站旅運輛冠軍的新宿車站 在剛啟用時 一天能迎來的旅客也不到50個 收入非常淒慘 1896年位於上野北邊的田端站啟用 作為土埔線在東京的終點 因為負責運送長盤地區盛產的煤礦 田端站成為了東京重要的貨運站 在田端站啟用後不久 日本鐵道公司也決定 新建一條連接田端和平川線的支線 使田端和平川方面的聯絡更加方便 這條路線在選線作業上並不順利 主要因為木白附近的居民反對鐵路從木白站分崎 只有日本鐵道乾脆將線路拉到池袋 正設一站池袋站並命名為封島線 這條線最終於1903年開通 並設了池袋、大總、潮鴨三站 平川線和封島線經過的地方 在當時也稱為山之首 山代表該地區為地勢較高的台地 首則表示方向 所以山之首就是山的方向的意思 並和東部的下丁形成對比 在封島線的建設時期 日本鐵道公司就一直想把封島線和平川線合併成一條線 路線名稱則以地名三之首為基礎 取名為三首線 而這個想法也於封島線開通前的1901年獲得實行 今日的山手線終於誕生 1906年 日本鐵道公司被政府收購 山手線全線也因此被收回國有 此時的列車運行區間為 自新橋出發 經過平川進入山手線 再一路行駛到上野後折返 這樣的C型路往看似方便 卻唯獨在東京最熱鬧的夏丁缺了一大塊 同時新建中央車站的構想也慢慢開始被討論 因為原本的新橋站作為東西幹線的起點 車站的設計卻不足以斷下這個責任 若要從新橋拉一條鐵路到上野 則必須經過當時最熱鬧的地區 銀座 要在這麼繁華的商業區鋪設軌道 實在是非常困難 所以日本政府就要在新橋的西側 另外拉一條線出來 再一路往北延伸 巧妙地閃過了銀座 這條線於1909年開通 並在距離新橋站數百公尺處新建的烏森站 1910年再往北延伸到烏浮橋 而這段時間三手線沿線也陸續新增了好幾座車站 1914年 全新的中央車站 東京車站完工 臨時站烏浮橋站被廢除 烏森站改名為新橋站 新橋站則因為被搶了名字而改名為矽流站 此時距離環狀運轉只差東京到上野之間的一橋段 1919年中央線的最東段萬事橋至東京區間開通 因為和三手線於東京站銜接 所以兩線乾脆直通運轉 列車從上野出發後 經過池袋、新宿、品川、東京之後 進入中央線往四谷、新宿、中野的方向行駛 路線走向看起來就像是平甲明燈喔 1923年三手線的最後一塊拼圖 神田至上野段終於動工 其實新建的路線只有神田至秋葉原之間而已 秋葉原至上野段則是將原本舊的貨物線就地改建 工程進展得非常順利 眼看就快要收尾了 卻在同年的9月1日發生了關東大地震 地震對東京造成了極大的破壞 三手線當然也是被震得咪咪喵喵 許多車站幾乎是處於全毀的狀態 日本政府很快地便進行了緊急重建 之後三手線神速了在三天之後重回運轉 不久後神田至上野段的工程也漸漸復工 最後神田至上野段於1925年11月開通 三手線終於迎來了期待已久的環狀運轉 此時全線共有28座車站 運行一週約1小時12分 和今天的1小時只差10幾分鐘 1971年日暮里戰西北邊的西日暮里戰啟用 作為和地下鐵千代田線的轉乘站 和日暮里戰間僅相距500公尺 為三手線最短 2014年JR東日本宣布將於天丁吉品川間增設新站 並佔定於2020年東京奧運前開業 這也是三手線睽違49年的新車站 最終該站被定名為高輪Gateway 並於2020年3月14日先行啟用 正式開業則預定於2024年高樓層建築完工之後 雖然最後奧運延期了 但車站依然準時投入服務 這集影片的內容很多是來自於這本書 JR三手線之謎2020 這本書應該是因應新站高輪Gateway開通而特別出版的 裡面寫了非常多三手線的小知識 今天講的歷史只是內容的非常小一部分而已 其他有趣的事情還有例如說 三手線的某一站竟然是以附近的皮球工廠的商品名稱命名的 或是三手線剛開通時一張車票的價錢竟然可以買300個紅豆麵包 諸如此類 今天呢作為突破3萬訂閱的回饋啊 千萬在這裡抽出兩位有留言的粉絲可以獲得這本書喔 沒有指定要留什麼只要有留言就有機會抽中喔 抽獎結果會在9月7號的零點 也就是9月6號的晚上12點公布 想要這本書的人就好好把握這30個小時吧 喔對了 因為書本主要會以寄送的方式送出 所以這次抽獎活動只限於台灣 在這邊就先對海外的粉絲說聲抱歉啦 那麼這集影片也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也別忘了在留言區分享你的想法給大家知道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吧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